聖詠集第十章 聖詠集第十章 尚主,你為什麼站在遠處,在困苦之時竟隱藏不露? 惡人蠻橫地難為弱小的人,叫他陷於預設的陰謀之中 惡人因隨心所欲而自慶,匪徒因興萬上主而自行 惡人心高氣傲說,他決不會追究,也決沒有天主,這就是他的企圖 他的道路時時彎曲錯謀,常把你的懲罰拋住腦後,對一切絲愁常怒氣助走 心下自語,我永遠不會動搖,我永遠遠遠不會遭受災禍 他滿口是欺詐與欲罵,舌下盡是惡毒與方話 他在村邊隱密處埋伏,他暗地裏要殺害無辜,他對不幸者規自注目 他在暗處是伏,有如獅子蹲在洞口,要把貧困的人,自己刮手,將貧困者拖入網中劫走 他苦下身子,敦伏在地下,不幸者便陷入他的爪牙 心下自語,天主亡妙,他染了面,永不再看 尚主天主,求你起來將手舉起,不要把窮苦人忘記 為何讓惡人們興萬天主,心下自語,他決不會追究 其實你以看見欺壓與暴行,正考慮如何親手加以嚴情 因此不幸的人向你投奔,唯有你是孤兒門的救星 願你打斷罪犯與惡人的被駁,報復他的罪業直至不再發作 尚主為王,直至於萬世無疆,野蠻人必由他領域中喪亡 尚主,你誰找了謙卑者的心願,堅固他們的心靈,也則以苦聽 互為孤兒和受壓迫者的特權,使陳世的人不再思恐怖手段 T aspirations,沒有isten、耳朵人很感謝 尚主,有了解當中喪病 夜公、吃療病 請來到 Apel人阻止 我愛你 要教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